大家好,我是小关头 今天我要读二下的课文 第十课 十,小小说书人 今天老师安排了小小说书人的活动 让同学们向大家介绍好书 其中我最喜欢小光的卖帽子 小光一出场,我就笑了 他头上戴着很多帽子 一顶又一顶 好像生日蛋糕 他扶着帽子 慢慢地走上前 叫着 买帽子,买帽子 快来买帽子 有一天 卖帽子的人坐在大树下休息 没想到 帽子被树上的猴子拿去玩 猴子把帽子戴在头上 吱吱吱吱吱地叫着 假装叫麦的样子 他气得又叫又跳 猴子也学他 看到小光 一会儿学生气的人 一会儿学调皮的猴子 所有人都笑得停不下来 最后 小光拿出故事书说 买帽子 这本书 图画和故事都很精彩 希望大家快来读一读